家人们啊,你们买螃蟹多少钱一斤呢? 我的四只母螃蟹花了七十二,真的好贵啊! 我记得我上次中学节回老家买了几只螃蟹,差不多是十八块钱一只, 怎么过了这么久,价格孩子这么贵啊?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被黑了啊,算了算了,反正一年也就吃个一两次螃蟹啊, 就这样就这样吧,先给它洗一洗。 哎呀呀,我被炸到手了,哎呀,本来螃蟹就跪, 还洗个螃蟹还被炸到手了,哎呀,这个螃蟹刺是真多呢, 那就这个地方呢,哎呀,好疼啊! 太可恶了,我终于想起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为什么要吃它了, 肯定是被它炸到了或者夹到了呗,所以七级败坏要把它弄得吃掉! 你看我话还没有说啊,它又夹着把我的刷子又夹住了, 真是,哎呀,反了你了,还真是啊,随便刷几下, 得了外面卖的餐馆里面,它也没刷这么干净啊, 好了,就这样就这样,再给它刀一刀, 呃,这怎么切啊呀,它又想夹人啊,拿个筷子给它压一下, 哎呀,这个切不动啊,我这个刀太顿了, 呃,砍一下,哎呀,孩子砍不动, 啊,再来,哎呀,哎呀,好好,砍别了哈,对不起对不起, 哎呀,我弥陀佛,我佛慈斑, 呃,赶紧两只手给它切了,得了,不好意思,不好意思, 你做一只螃蟹也是不容易, 不过我们普通人家吃一只螃蟹也是不容易啊, 终于切成两半了, 那你们看这个螃蟹呢,这个黄色的是软黄, 黑色的是硬黄,我刚开始以为那个黑色的是脏的,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,差点就把它丢掉了, 毕竟平时吃螃蟹吃的很少,对这个也不太了解, 把我的四只螃蟹都切好之后就是这样啦, 然后咱们起锅烧油, 多攥几价这个需要多放一点油哈, 然后再准备一些生粉, 把螃蟹的这个切面蘸一蘸, 然后放到锅里面煎一煎, 就像这样呢, 蘸满生粉放到锅里, 等到螃蟹都煎至金黄色, 咱们就给它省起来放在一边备用, 然后再次烧油, 放入生姜和大蒜, 倒入螃蟹, 接下来就是重要的放调料, 每年夏天做龙虾, 秋天做螃蟹, 我都是用这个调料哈, 放了这个之后什么盐, 难得, 生抽, 拉家叫多巴酱什么的全都省了, 翻几下把调料翻得均匀一些, 再给它兑上一口水, 本来我应该兑一罐啤酒的, 但是我忘了买啤酒了, 不过不要紧不要紧, 再给它加一点水, 这样就差不多了, 一直要把它煮熟, 咱们稍微加快点进度哈, 咦, 好好好, OK, 咱们起锅, 省起来, 省起来, 再少尝一点小葱, 点队一些啊, 虽然这个摆盘摆得有点, 歪起扭巴, 四仰八叉, 不过不要紧不要紧, 咱们主要是吃它的味道, 尝一个这个蟹黄看看, 因为我调料放的不多, 所以是香辣的口感, 它这是鲜嫩入味, 一个字, 好吃, 那我今天做的这个香辣馅,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, 家人们, 嗯? 嗯? 嗯?